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柴油车约有1.4万辆 而花莲县北区柴油动力剂排烟检测站 三年前停止检测服务 而柴油车主只能够开到路边行动检测站来排队验车 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了环境部1100万元补助 以及县政府环保基金约2500多万元的挹注 选在花莲港区附近新建检测站 历经一年的工期正式启用 被誉为是全台最美的检测站 今年起柴油车列为定期检验车种 花莲县内柴油车超过1.4万辆 花莲县环保局为确保检测车辆 均能符合排放标准 向环境部争取1100万元补助 及花莲县府环保基金约2500多万亿住 并向国产署申请拨用港口路37号土地 重新建盖检测站 历经一年多动工 24日举行花莲县柴油车排烟检测站 启用典礼 今天来到这里看着 跟我之前看到的真的差很多 也是看到真的是这个排烟检测站 是安全够最漂亮 真的是我们全国最漂亮的一个排烟检测站 所以能够给民众更好的服务 不要就是说来了 也有地方可以休息 那也是我们操作的同仁 也有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 也能够保障我们操作这些同仁的身体健康 这个都是我想大家一起要追求的 最后要再跟县长报告 县长刚刚所提到的南区的排烟检测站 我们今年已经核定了机器的更新 我们先补助六百万 就是针对这些排烟设备的整个更新的事情 所以在今年大概八月左右 大概都已经核定了 明年要支持 花莲县政府现在我们的柴油车的部分 一共有一万四千多辆 那无论是大型的这个卡车或是脱衣车的部分 这个部分在政策上的支持 有对于六期柴油车大概有十五到十八万的补助的部分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机车 太旧换新或者是买全新 都有相当的补贴补助的部分 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碳排 还有空气污染的这个交通载具 能够换成比较这个绿泥 而且比较干净的载具 环保局空气噪音防治科长洪秋奇表示 新检测站荣获2022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支 最佳规划设计优质奖项 进入屋顶融入环保节能减碳异象 搭建太阳能光电板 站外则纳入雨水回收系统 作为微浴冲入所需 停车场也设有铁马驿站及机车充电站等 站内设有车主休息室 环保局也提醒柴油车主 前往检测请先电话预约 到站检测时不许负担费用 记者讲方言 华林诗报导